也有棉丝铁卷 皇上亲自赏赐给咱的 把棉丝铁卷拿出来 让本堂瞧瞧 前些日子我手头拘束 拿铁卷换酒喝了 谁念丧子英雄汉 只探铁卷换酒钱 大家好 我是二明国 大明开国的第一次恩科 就发生了翻修国子剑偷工减料的情况 朱元璋怒了 这次不管是谁 抓到了 把脑瓜的砍了 埋在这次品石砖之下 让所有考生踏砖而过 以敬校友 最后 经过阳县的层层筛查 此次贪慕案的主角是马南闪 也就是朱元璋打江山时 那个安前马后的马三岛 大殿前 朱元璋看着这个须病斑白的老臣 心中这个恨呢 这些丑事都是你干的 是鲁才干的 你怎么这么才美心窍啊你 朝廷给你这么多的放银 难道不够使啊 愚蠢 兵皇上 确实不够使啊 封阳老营的弟兄们 哥哥都升了官 李哥和刘四 还娶了俩老婆 救我骆驼 至今还没许个女人 好不容易某个公布差事 刚干了两个来月就灾了 行行行了 说实话 朱元璋不想杀他 当初他俩儿子 为自己死在了颇阳湖 自己也承诺 以后就是他的儿子 可你也不能蹬鼻子上脸呢 此次 马三刀探没了工程款 三千多两 跑去吃和玩乐的八百两 还剩两千多 朱元璋的意思 把剩下的赃银上脚公布 刑部判个三年五年 自己再说点好话 这事也就了了 万没想到啊 皇上 奴才没有银两了 你刚才不是说 还有两千多两的赃银吗 奴才看上月星楼 一个湖南妹子 咱想娶她 她也答应嫁给咱 但她说 要用三千两银子 替她送身 奴才就把所有的银子 给了她了 找她 把银子给咱要回来 她收了咱的银子 就没影了 马三刀 马三刀 你怎么当时不死在战场 什么你 朱元璋无语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为了地狱找小牛 你不死 都对不起骗你那姑娘 告诉杨县 依法办事 皇上 走吧 她马三刀 硬生生将通往生还的 刑部大门给关上了 把自己逼近了 象征死亡的国子剑 朱元璋说了 抓到罪魁祸首 把脑瓜的剁了 埋在方砖下面 以敬效尤 这古代问斩 都讲究一个时辰 马三刀也不例外 五十三刻一到 人头落地 但是人老马不晃了 因为死俩儿子 被封了侯爵 侯爵有免死铁券呢 而且可以免死两次 也就是说 下次还能再谈 是吗 把免死铁券拿出来 让本堂瞧瞧 瞧起来了 前些日子 我手头拘束 拿铁券 喝酒喝了 咱朋友都 他们要是听到 咱犯事的消息 肯定会有人 帮咱把铁券锁锁过来 杨县眼睛转了又转 名率不能坏呀 好吧 离五十三刻 还有三刻钟 咱就等你四十五分钟 此时 御书房 朱元璋看着奏折 心里却乱如团麻呀 满脑子都是当年的 点点滴滴 大敌当前 马三刀作为傅先锋 顶着压力 让自己掏身 颇阳湖 对战陈有量 他亲自送俩儿子 最后一程 活下来的他 手里攥着儿子 被炸碎后 唯一剩下的布片 那种疼 有多么强烈 今天但凡有回旋的余地 也不至于 皇上 蓝玉他们来了 他们招了 所以他们都在店外跪着 他们 朱元璋收起了联敏 来到店外 台下跪着的 都是怀西功臣 没有他们 没有大明江山 得给人说话的权利啊 以蓝玉陆中亨等三人为代表 说出了心中所想 那马三刀虽说他没了银两 但他是开过功臣 这杀功臣 不是打怀西老将的脸吗 这样 不管他贪了多少银两 阿玛给了 这怀西老将 不能杀呀 朱元璋沉默了 这叫啥 这叫以示压权呢 本来仅存的一点侧隐之心 没了 今天不杀马三刀 他日 别人犯法 也将如法炮制 黄泉何在 龙尾何存呢 国子剑这边 马三刀纳闷啊 按自己的人员 蓝玉他们应该能帮自己赎回铁券呢 他哪知道 那帮铁哥们正在为他逼黄泉呢 世间有一种绝望 叫做看着希望等死 渐渐的 五十三刻已到 马三刀 上路吧 闪开 别人自个儿走 冤生落 刚刀起 马爷昏归 头点地 这脑袋刚掉 免死铁券就到了 我去 马叔 马叔的免死铁券 我替他赎回来了 此人叫李进 是马三刀的表直 要问他为什么会玩呢 这说来可就郁闷了 为了救表叔 他和兰玉等人说好了 分头行动 一边求皇上 一边赎铁券 可是他忘了 自己穷啊 读书这些年 都是表叔赞助的 到了酒楼才想起来 钱不够 一查 还差十七块六 任老板说了 差一钱都不行 没辙呀 给老板送了两趟外卖 一单挣九块 才把钱凑齐 结果充裕的时间 被他这一折腾 不够了 含着泪 看着表叔的脑袋 被埋在方砖之下 他心里恨啊 恨他阳线 如此不同人情 你就碗砍一会儿 能怎么定 太和殿外 朱元璋正在喝吃重将呢 你们别以为咱不知道 坏发之徒 绝不止马三刀一人 刘三 你家的那庄院子 银子干净吗 还有你 蓝玉 你竟然造了 九丈长的大龙舟 把秦淮的所有的歌迹 全都集中在这艘船上 整日间 吃喝瓢赌 沿江而下 当年红毒雪战 你有多疯 现在就有多疯 他这越骂越来火啊 这时 杨线到了 告诉皇上 马三刀 按时处斩 保命的铁卷 被他换了九千 赎回来的时候 晚了十三秒 并且 在砍头之前 说了一番话 说咱有棉丝铁卷 皇上都不敢动我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朱元璋接过铁卷 看着蓝玉等人 听见了吗 这就是你们这帮怀惜勋贵 对待天子恩赐的回报啊 既然给脸不要 那咱不给了 命杨线 明天在太庙前 摆上祭天大顶 咱替上天 收了你们的免死铁卷 当然 交不交由你们 但是不交 我能让你们好了 我他妈不姓朱 四日 朱元璋端坐于太庙前 祭天大顶中 冒着滚滚黑眼 向着宫侯们招手 在蓝玉的带头下 六宫二十八侯 全部上交了免死铁卷 说实话 舍不得呀 现在咱可以严刑执法了 当杀则杀 当斩则斩 盖不宽容 看来 在朱元璋决定封王的那一刻 就期待着今天的来临 也意味着 没了复活甲的怀惜勋贵们 打今儿起 要如履薄饼了 回宫途中的龙年里 杨线决定 给李善长 来个落井下石 陈在查完这件案子的时候 发现李相国 屡屡在朝廷各部 安置亲信 有结党淫私之嫌 陈斗胆建议 撤换李善长 任命刘伯温 为中书省臣相 李善长 跟了咱大半辈子 功勋卓著 咱实在不忍心 把他拿下呀 是 刘伯温曾说过 朱元璋让你进内阁 只有一个目的 制衡加鞭策 仅此而已 绝对没有让你 扳倒李善长的意思 可他杨宪却处处下半 搞偷袭 剑缝插阵 穿小鞋 如此心胸狭隘 朱元璋也开始了反感 你那点心思 咱闭着眼睛 也看着清清楚楚 其实是自个儿想当 中书省长相啊 中书省 李善长终于坐不住了 从太子口中得知 他杨宪多次背后捅刀 而且 现在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如此放纵下去 真要被他吞了 以前想的是 静观其变 后发之人 眼下看来 等不起了 决定主动出击 自己安排一次外寻的任务 让胡卫庸即刻启程 去扬州 给我枉死了茶 我就不信 他没有马脚 胡卫庸开心啊 早就想弄他了 恩公 瞧好吧您呢 长话短说 扬州 自从扬县被调到了中书省 这主部鲁明义就坐上了知府的位置 当然是代理的 面对这个代理知府 胡卫庸有信心从他嘴里 抠出来自己想要的 朝廷对阳县的昔日政绩 颇有不解之处 比如 两年全面复更 三年大祸丰收 可能吗 再比如 扬州城 虽然人口济增 但也有不少返乡之后 竟又外逃了 他们为什么要第二次背井离乡呢 这你们也知道 还有刑部曾经接到过一桩 来自扬州的无头状书 状告知府 善行酷法 逼死良民 只因事主不敢署名 这桩无头冤案就割下了 怎么 刑部只接到一封状书 哦 胡卫庸知道 成了 看来他扬县的治理 是大有问题啊 而且还有很多 不可告人的罪证啊 他向鲁明义承诺 只要你把实情告诉我 我保证你的代理知府 半个月内转正 而且对小明王发誓 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 是你透露给我的 若你实在有后顾之有 大明各省的知府随你挑 想去哪儿 去哪儿 鲁明义权衡利弊后 得 反正也说吐鲁嘴了 再加上早就看他阳线不爽 现在还有人给撑腰 交代了 带着胡卫庸来到县衙大楼 证人都在里面 对了 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是我透的底呀 唉 你放心吧 我都以小明王发誓了 你怕个毛啊 说罢 转身进了大楼 呵 好家伙 这被囚禁的深渊人 居然有百事来个的 都听着本堂是朝廷专使中书省参政胡卫庸 你们有什么愿望吗 不急不急 一个个本堂会为你们做主的 胡卫庸激动的都快哭了 阳线呢阳线 你想好死都难呢 他这边搜集证据需要时间 咱先回到应天府 这大明的首次恩客 经过乡市会市的筛选 最终有278人获得了电视的资格 考生们陆续来到了国子界 朱元璋下过旨啊 所有人必须踏过马三刀的人头 被叫到名字的考生 一个个蹦搭的就踩过去了 反正是贪管 不值得可怜 当叫到李进的时候 他却申诉校代跪拜而行 这点考官一看 你给我整花活是不 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平大 这欲接下来的是学生表叔的头颅 学生万死不敢践踏 理由不充分 站起来 踩过去 李进置若网闻 继续跪行 Stop 听不见是吗 来人 给我抓起来 旁边的太子一摆手 让他进去 可是皇上 别废话 是 李进感激地看了一眼太子 跪过表叔头颅 进了考场 一个孝子 深深地打动了太子 朱标 下集 拿到了阳县所有罪证的李善长 决定不弄则已 要弄 就必须给他弄到 骨头渣子都不剩 慧勇啊 总之一句话 如果你这一刀砍下去 不能让阳县伸手一触 那么你这一刀 就万万不要砍下去 这一刀 reason是 别 billion 还是不是